今天主題是 我是阿娜 我們最後的雅雅 我幫你叫 那我直接揭露了 因為其實這一天 他帶動只有十夜 那今天直接 剛開始只有他沒有動 所以我就直接把我跳完後的 心得跟我的理解 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我這一頁 我們把 NASP和 NASP 拿出來作品 因為其實好像一千兩週 有花萬千 所以我想說 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拿出來 兩者 有一點差異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說 Convention部分 去連結成的部分 在我們的NASP其實已經沒有了 但是透過這個 叫做NASP 的方式 來取代這一個 說 Convention部分 這是他比較 那ASP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 在整天 讀完之後 你的理解 那這個 有沒有大家 有哪邊想要來 一起討論的地方 這個有一點 那我比較有 然後用什麼去取代 那個 對 NLP Convolution的方式 你取代 那這個 到底是什麼 後面會再講 那個 我自己也不太記得起來 但是總之 聽說剛好滿厲害的 就是 可以做到 降溫的方式 那 減低那個 大量的 在做什麼 嗯 好 不知道怎麼進去 我還是往後介紹 好 這個部分我把 日文的 第一頁的下面的 上面 把它稍微做一下整理 就是它提出 NIN的網路教 它是你增強模式 然後在 這個 這個 這個翻譯喔 叫感之也的局部 圖像塊的辨識 我想應該使得就是這一塊 那 它是透過這個 MLP的方式 讓這邊的辨識 比較能夠 跟我們的CN 傳統CN這邊 它的辨識度會比較 好一點 這個 理解上 是這樣的 然後呢 它提出捲基層 使用 微線性 替代性 有的線性 模型 那這個就是 目前傳統CN的一個 架構 那這個是 NIN的方式 它其實就是 我紅色圈起來 這部分 它其實 差一點 它在這邊 那這個就是 蠻多那個 Michael 因為我就是很多 那個 微小的神經元 然後它把 它的每一個 那個 Future 透過這個神經元的方式 去做一些計算 然後 讓它的那個 辨識度 去做一些 提升 這邊就有 至少 然後 然後 那就是 將 這一顆 顆的 麥方 另外 以 這樣 的形式組合 那個 它英文叫做 STEP NTS 那我去查了一下 它是用這樣的一個傳統 去做表示 那就 先這樣把它寫上來了 所以它總的 也就是 這邊 這是我們一個傳統系統的一個架構 但是 中間的編換就在於這邊 把它編換成我們目前所 第一頁這邊的一個網路架構 我在想應該指的就是這一塊吧 我在想應該指的就是這一塊吧 這邊它是交叉的 交叉過來的 它不是直接過來的 我在想它指的應該就是這一塊 那 前面那個小塊那裡的地 就看不到 在 到MLR 嗯 對 它其實這邊都還是有在做的 所以其實我在想說整個 它在這個地方 它應該在運算到是還蠻複雜的 不然怎麼有辦法去提升 你剛才能出來的這一塊的電池 這個電池比這個還好 它的 M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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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 看一下 因為它裡面它還是有用到的路來做的 因為它整個在後面的 後面的一個實驗它還是有帶到那個 Value的部分 但是其實就它的提升度來說 好像並沒有做別的好 後面我有把它這個patter的 是個實驗出來的結果 也跟大家做得很 所以我把它提升出來 那這邊也稍微重點整理一下 就是我們已知的CM 它是有鑽基層跟石化層出的補層的 然後文哲有提到 這篇配合有提到說 是具有F它的抽象層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是以相同概念 所以它當潛在概念一樣的是線性可分的時候 CM其實有一個假設就是潛在的概念是線性可分的 然後 相同概念的數據一般之存在於一個非線性的模型中 因此它可以捕捉真實數據一般使用的非線性模型 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它是由這一段 它的假設而延伸出我們NL的CM的概念出來 那整個圖下來 我覺得這邊 有沒有可能就是它延伸到我們NL的概念 因為有一點讓我們碰過就是這一段 那這邊非線性的模型 就有點固定到我們前面的這邊 可以問一下它公圈NL是它的什麼情況 就是這裡 其實有這個 而且它是兩層 那你們的 也有一個 它有這麼多去組成的 這樣一個形式 那兩層主彩就是它的NL是一層主彩 其實在MMI裡面它已經沒有這個了 這個其實完全是用這個地方去做取代掉的動作 所以我在想說它這邊的運算其實不只是包含confusion 它還包含所有場面的運算把它都集合在這裡的 然後從最後的產出它這邊是經過生命 其實這邊還是有 可是這邊出來的是很多的Michael Neural 可是它這邊就是一個就是一片吧 我在想說這應該是一片它出來的一個Virtual Mail 可是它出來的是很多的Michael Neural所組成的Virtual Mail 那它的精確度 我在想說這個想要講 特別說的是它的精準度應該會大於比它還要好 因為它畢竟它中間是超過這麼多的魔衣 把它整個圈面把它做比較值得的運動 或者是因為媽媽都不想要改在哪邊 它沒有小撻 在哪邊 我不是想說 他其實是想要透過那個 因為在這DN概念裡面 他有一個一層一層流血概念 那他希望能夠透過一層一層流血的概念 讓我們在等下說 SN那邊有一個Post Connection 他有點就我理解 我像白瓦女士等於是全部去掃過我所有的流血 再產生出我的一個結果出來 但是他希望透過降微的方式 就是降低我們在運算時的一個 應該是說降低那個loading 就我的理解他比較繁華 我應該是降低他在運算的loading 然後可以比較精準的產出我們的血藥的結果 但是其實他不見得好是在於說 如果說當他的那個VOOC 是比較簡單的狀況下 我用一層一 count 整個運算下 他的東西是不是會有點少 其實也是我在看這篇論文之後 我會覺得有一點那樣的地方 假如說他的 應該說他的數據值是非常龐大的話 那其實我是蠻認同 作者他所提出來的概念 但是他如果數據值是比較小的時候 我用我們使用他的提出來的概念來做運算的話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比較精確的效 我其實目前對我 我還是抱著一個問號的 畢竟我沒有真的去使用這段 畢竟我沒有真的去使用這段 他會到這個以上 就是指這邊 當VOOC比較大的時候 這個其實我是認同作者說的 但是當我跟他是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方式來採訊我們要的結果 而且他的精確度是提升的 這個其實目前我們是有個問號的 所以讀完的問題還蠻多的 對 其實我們路上那個符 我覺得他說的還蠻不錯的 我就把那個符擦下來了 假設我的孩子是三成三 然後打入是指我的那個 剛剛那邊我有一個SS是指我的那個三成三輸入 那我的維度代表是導入嗎 所以他透過他的一個 所以他透過他的一個 以前考慮的一個方式 那在規外錄的方式 他產生出來的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我理解他這樣的感覺 好像是在做一個這樣的一個處理 還是說 這個部分有哪位前輩可以把它解釋得更精確 然後 就我看到這張圖還有他說 他這個比較像是傳統CNN的一個 預算方式 就是 F層以外再透過的六方式 產生一層一個那個 捲跡 但是這個東西他就是說明到 MessOut的一個概念 那我覺得我應該要再回頭了 回頭去講之前的 因為他運用到MessOut的概念 然後產生一層一個捲跡的一個概念 那MessOut的主要他 或者是習慣透過這個東西來驗證 他可以去擬合很多的凸函數 那個翻譯是這樣寫的 他認為這個東西叫做凸函數 那如果是透過NNN架構的話 他可以去擬合任何的函數 他可以去擬合任何的函數 然後去得出我們的疫情的函數 一個捲跡的一個結果 然後我加朋友好了 他就差不多有點快 那剛剛只有在問一下MOP嗎 那這邊他介紹的線 你是一個通通近視於函數前 很多的神機往後使用反向傳播進行訓練 所以不然這句話 這句話其實讓我看到這張牆 所以有某可能其實他不只是可以震著過去 但他也可以反著過來 這也是我看到兩個對應上 其實我對於這樣的一句話 其實我有一個詮釋 是不是可以過去的地方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到實作 這個實作這一段的時候 才能夠得到比較好的例證 所以作者就把他命名為MOP的Convolution 他其實就這樣買了 然後這一頁也是把問我們的題材要先把它上去一起 那這四點裡面我覺得可能我們知道 我比較能夠理解的一句話是 第二點是Convolution 是使用MOP MOP跟Input的Output 跟Input的Output的一句話 跟Input的Output的一句話 就是這邊的Bluet 進來之後 然後再產生出結果吧 看一下我的理解應該值得就是這邊 然後這邊他確實是被共享的 因為他每個東西 Input的Output其實他都是可以 就是 這邊其實他是可以跟他共享的 他不會只有過去而已 他不能被他使用 就整個架構來說他確實是可能這樣的 那大家有介紹MAS-Out 我問一下 我有點遺忘說你在Iseman有沒有介紹到一個 好像沒有 因為我是看到這一天看到MAS-Out想說 我再把它拿出來講一下 那MAS-Out他你的能力很強 我爬了很多我就是這樣說 然後他的翻譯叫拖函樹 那我就把它寫上來了 然後我覺得他下面這一張 其實我要產生這個Output 不管我下面有多少 他都可能 可以預計少 他這邊有鎖 下面都是我的這一場 那個接電 怎麼做 就是在中間裡面的 那個人身體 Force 直接減上 這些減染 我有需要嗎?我再把它補充回去 我這邊有想要瞭解它的運算方式 我們去再把它的功勢也裹回頭一點上 因為我想說這個 它講過了 那這邊是有舉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就是會願意到剛剛跟你們去 給你們看這個 假設可以是有一個三層三的輸入 有一個久穩項樣它是王時代的 然後它一直都捲進了大捲三三 久穩是久穩的一個項樣 然後它是阿島 它是一個W 然後第一個它指的是一個常規的捲製成的處理方式 那它目前 它處理方式會是W和S 開始它要打W求它的 我以為沒有在我回錄一下就可以了 按它下面 所以就是這邊 SK打W 然後再做一個能力的方式 就能得到我們111的捲替出來了 然後MASS OUT的處理方式 這邊有指TAG3X3的W 然後分別卷積得到TAG1X1的輸出 然後再針對TAG輸入求最大值 然後再針對 它指的就是這邊S3X3X1 然後TAG1X2 然後呢 不錯 然後這邊就是指這邊的決定 分別卷積得到TAG1X1的一個 決定的一個結果 然後這邊再通過NASS OUT 得到TAG1X1的一個 決定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一張圖 它的差異是差在說 中央 這邊沒有做NAS ノ 這邊有做NAS 可是特別是POLITlean 是盜子的方式 產生出來這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 恩恩每個架合 它是把簡單直接放在這邊 去做處理的 然後產生一、二、三、三個 一乘一個 然後我選了一個 這邊要算平行好了 然後再透過看一下 一、二、三、一乘一天黑 其實這邊我看到這邊是有點花 因為這邊也做了一、這邊也做了一 所以在這樣也是我比較畫得一點 可是有誰可以幫我把它解釋比較明確一點 這兩張我比較清楚 然後這一張是我比較沒有那麼清楚的地方 還是我回去再做一個工程 下次幫忙再補充好了 那這邊有做一個終結 SALF跟HUNKAN 都是對我們傳統的CN 跟HUNKAN 跟HUNKAN 做改進 那剛剛有說到 NASALF 他想要講明的是 他先擬合任何的規範數 也就能夠擬合任何的規範數 是 你還想說他指的應該指的 你還想說他指的應該就是指這邊吧 那個K的的話 他是指取的還是 互相加起來 都想 SALF 對啊 然後他應該這邊有一個運算公式 才能得出NASALF的結果 那這個公式的話 我需要把它補上去 讓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HUNKAN想要表明 他不僅可以擬合任何規範數 而且他可以擬合任何的規範數 再回到這邊 他把人就都放在這邊去做了 而NASALF只能去做一個 突含出外面一口 所以差還是差在這邊 那實際上這兩個突含的效果 我對於錯誤率的一個狀況 真的也是要實作出來 會比較有感覺 說他們靠底下還是有多少 然後 如果 前面的照片 看到這個情況 他會把 DF的K 然後K 每一組 每一組 每一組都沒有人去最大 所以意思是說 這邊這邊這邊 也就是有K 但是這一個 他取他的最大 這邊取他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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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K組是取這一組的最大結果到這邊來嗎 嗨 喔 這邊 這這個意思嗎 對啊 對啊 然後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也是取他 這一組的最大結果到這邊來 然後這兩個再算他的最大結果到這邊來 應該是 是這樣的概念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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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還沒放 OK 可以回去服装 可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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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等於H1-H2 所以它有可能濕度的 可是它是簡直把它捲上去的 對 因為K的隱藏節點 它隱藏節點就是指這些點 K的H嗎 H嗎 但它下面可以再繼續隱藏起來 但是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看不到的 那這兩個它的概念是指說 我們只需要兩個隱藏節點 就可以合了一個隱藏節 你覺得其實它也是一個隱藏節點 你的隱藏節點是有從D到H嗎 D到H嗎 如果說再回去看一下這邊 因為它應該指的就是這一個東西 那如果說是H的話 它會 這個應該就指這兩個 對 那這應該就是它的隱藏節點 如果按照這三個說明來看的話 對 所以剛剛那說G等於H1-H2 就是它們兩個的插子 往上是這樣寫的 就是最後是他們兩個的插子 那我覺得我也是 我應該可以插一下它有沒有取絕對值 因為它有可能是負責吧 假設是取插子的話 因為它有可能是負責吧 假設是取插子的話 對 這邊 這要指求 對 HUGORMET是要第一篇 會比較慢 呃 其實我翻了很多文章 那其實整個N&N 它會牽涉到後面 HUGORMET 還有一些 我後面還畫了一張 等一下後 我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一篇其實它算是 後面要介紹的一些 章節的一個 算是起點吧 它會有影響到 那我覺得 作者會把它放在這邊介紹 應該是說想要開始去 去 有點像是導覽的方式 那讓後面的那一些 HUGORMET 還有什麼 HUGORMET 那些都玩了 然後 做的影片介紹之類的吧 那這邊還有一個 重點 就是全局平均值網 叫POLFORMET 平均值網 平均值網 叫POLFORMET 平均值網 叫POLFORMET 平均值網 叫POLFORMET 平均值網 但是這邊並沒有 它是直接 透過什麼 POLFORMET POOTING的概念 然後一個一個 產生出 OUT的一個Node 這邊並沒有 它是透過POLFORMET 去產生我的OUT 那中間它是 差異在這裡 那這一段 跟這一段 它的那個 會造成一個 Loading的一個狀況 目前我們並沒有 查到任何的資訊 來幫忙補充這一篇 可能回去還是要再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爬到這樣的紋 然後來說 你這邊跟這邊 處理的差一點在哪邊 對 這是我的疑問站 因為我看了這個東西 我一直很疑惑 它我少掉了這個 它到底會提升多大的效益 為什麼它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拿掉 而改 直接 一層一層去對應我的OUT 可是它卻透過 Word Condition 方式 產生出我的最終結果 產生我的OUT 出來 這是其實我 一直抱持著 多好 它的中間的差異在那邊 那 少了這個 少了這個 對於我甚至 產出的結果 它到底是提升的 還是其實並沒有差異多少 這也是我 因為我大概只有五天在看 所以其實 我的困惑點蠻多 那我也想說 要把我的困惑點 跟大家提出來更大 詢問一下 或許有人比較要了解 那我也是 我學習到一些東西 這個 這個的話 它 是放在它邊 用的 你說這個嗎 對啊 這個嗎 我們來到這邊 剛剛那個概念 Ford Connect 它是放在這邊的 可是其實就整個圖看下 我覺得它好像每一層都有在做 Ford Connect的一個概念 可是我們的那個 艾利麵的它 卻是放在最後的 可是我們的那個 卻是放在最後的 可是我說我說 我是波林那邊 你說這邊嗎 前面這邊 你說這邊嗎 呃 剛剛當時也有一個 不知道不知道 有一個全面波林 還是最後一層 還是最後一層 你說最後一層 你說最後一層這邊嗎 這邊 如果是剛剛那個概念 我的理解 應該是在這邊的差異 可是我會反問我自己一句話 它如果差異在這邊 那為什麼它中間用LV Convolution 來替代所有 Ford Connect 那我等於每一次 每一次的這邊都其實都已經在做 類似這樣的動作了 如果以剛剛那樣的圖來說的話 在這邊 那邊 都這邊 是不是有谁比较清楚这一段的 可以帮忙解误一下 通常这个average pooling 通常都是放最后一层 然后因为先之后的网组都没有用PolyConnect 接最后一层 通常PolyConnect之后就接Softman 后来大家都改成average pooling 接Softman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那刚刚我可以理解你说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 假设是这边做average pooling的话 接Softman 那这边其实它单纯只是为了产生出最后我要做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average pooling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随时可以去决定说我是在这一层就中指 开始去做average pooling的一个动作 前面那层就average 对 两层我不要谈 我这边就做average pooling产生Softman 因为a十点它就是要经过1、2、3、4、5层 两层的 Walking两层 然后再做Softman 那我的NN就是随时可以去决定 我再哪一层去做average pooling 然后再去做Softman 那这边层可能就网络的层数就会减少 像BGG19 然后假设BGG是NNNC 那假设现在19层 那我们就看我砍到多少层 它准确率还可以维持那么多 大概是这样 然后后来发现 应该是可能砍再多多准确率会降 然后它就说不难 你怎么可能这样 你感情这样 你感觉这边是定量 这边是我们随意可以决定的 我猜啦 我对 要是后面的 对 就是 就是 前面的床大家都用 Polyta在当最后一层 然后接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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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大家都把Polyta在后面拔掉 最后一个女人扣起来 然后就接收 对 对 那 所以 你这样做的 是 那就是想要再降低一些 运算上的Lowdy 不要让它上不久 对啊 然后又有一定的准确比赛 我 刚刚的猜测是 就是 通常大家都会做FacialMind 那是不是 可以用一个FutureMap 一个Future 可以用me 去代表它 嗯 可是通常me 通常都是averag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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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之前的方法是 是 用me 对 对 所以 所以 就是 这个 这个 resented Build 最先做的部分 所以 可能要 Map 然后它才会落在 Maptation function 的右边 然后 后面用 Average 我才刚刚猜测 应该是 一个FutureMap 一张一张 然后用me 去代表它 一个me 去代表整张主的 对 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 可能就是这边吗 对 不是它 通过一个reporting 这边 那看起来是好几张主的 对啊 那 那 那 是 就是说 通常FutureMap 很抽出外观的方式 那 你取得下去 它就 非常充足 大家都常用 OK 我觉得 它就是取最后那一层FutureMap 就当做是 就是最后那个 FutureMap 它就当做是 它的最终 这个模式 所以你取me 代表 最后那一张 整张FutureMap 这样就不用再做 FutureMap 对啊 对啊 那就是跟我刚刚讲的 因为通常 FutureMap 抽出来 它 它 不会能刷 嗯 所以这张FutureMap 可能只有 其中几个点 就是这样 其他要给你 曲名都 就 几乎都没大 曲名都整 就是 你要拿 这张的命 当成 这张FutureMap 的代表 就是它做到最后 它已经support 每一张都不大一样 就是它做到最后面 它support 每一种种类都不大一样 它才会分 那我就想说 这边啊 是不是做到这一期 它已经把每一张的一个妆容都出来 就是它已经分好了 对啊 其实它分好了 那比如说我是 嗯 FutureMap 第一个分量代表 代表 够好的 然后它是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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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输出 其實你這樣說的意思應該就是說 是在同一張feature map 裡面又有狗的分量 又有毛的分量 只是它分到最後那個feature map 感覺比較像是說 那一張可能各種分量都有 但是比如說這張狗的最大 那你取命的話 它可能會比較落在偏向狗的那個地方 另一張feature map 比較偏向是貓 我再回到這一張圖 感覺它是整張下去一切把它算到完 可是它這邊好像就有那種一張一張在算的那種感覺 因為看最後整個圖像形式 它是有真的就是每張算出來的一個結果出來 是不是有剛剛名字的就是整個意思 對 我覺得它每一張都已經分好了 所以它到最後它懶得在做計算 它就乾脆整張照片取命就當作是一個質感 應該不是說它懶得在算 它做出來可能比較獨立性的 已經不用再讓它跟上面 它本身的每一個地方 它都還可以有換聯性 再來決定後面 它意思說 NIM它可能都是比較獨立的可以不用 那就是這樣 等於其實它在這邊是指說 它其實每一張每一張都有在做預算的 所以到這邊來 它不用再透過旁邊的選方去打算出來 其實在這邊它已經是每張每張都有遞的結果出來了 但是它關聯性在後面已經是很強 所以它做FG就直接做出來 好 我們現在來找找有比較好的圖來說的這一段 就我第一張開中文明的那一張圖 其實比較像是金米這邊說的那樣的一個概念 這邊其實就是把我第一張SDR的圖來做中文明的 全面階層的階段可以造成過擬合 因為這邊其實就概念它是拿整張 所有的liasset來直接做預算的 那它NIM提出的概念就是要解決過擬合的一個狀況 然後剛剛你這邊也有聽到就是Goal Average Pooling這邊 其實是沒有需要優化的場所 因此可以在這一層避免過度擬合 這邊 那這邊就有呼應到好像之前在說的SNet的時候 其實那邊也是有一些產術去做原化的 原來它有Fore Connection 它有Fore Connection 再來我們往前看一下好了 這邊有提到這邊是沒有不需要做產術油化的 被病的過度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回到SNet的話 這邊應該是有些產術可以去做一些調整吧 所以座者有提出這樣的概念就是 避免在最後這一層 然後用過多的產術來做用 所以我怕它是要解決Over-Beating的一個狀況發生 就這個名詞上的例子也是這個樣子 那你會把這地方拉到前面嗎 其實我在想有沒有可能這邊 不知道考量的部分嗎 對啊 可是如果說這個樣子的話 以SNet來說它好像都是在後面 我們有嘗試著試著往前面嗎 這可能可以去往看看 因為上次好像那個有說到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Drop Out來試著往前往後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自己也可以始作說 類似Google Connect放到前面來 然後產生一個結果 然後再去繼續運算 然後Mewrong Volcal Connect 那它造型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那再比對我們NIN這邊 只是這件事情本身就是NIN 對對對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SNet它如果整個變形的話 也沒有可能它出來的結果 也是NIN的一個結果 只是它這邊它往前做了 然後可能這邊再多做一個Vocal Connect的動作 這樣是被允許的嗎 其實我這一段不是很理解 我覺得這樣就是NIN 可是NIN它的概念是 它不是全部下去運算的 它是有NIN的概念 可是SNet它的整個運算 它是全部下去做Colution來算的 可是NIN並不是這樣去做的 它好像這邊其實就已經有那個Vocal Connect 這裡的概念在 所以它這邊有 然後它又用這邊來 替代傳統連接層 我在想說它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我有點困惑 這是我比較困惑一點 他說這邊Average Vocal Average 然後Pooling的部分 可以代DCN的全連接層 可是又文中有提到 其實這邊也是可以替代我們的全連接層 這邊我在想說他們的差異點是差在哪邊 可以這樣去使用 沒有五天的時間所以有點困惑 我只是把我這邊看完的問題給提出來 看有沒有比較更資深的前輩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前面就有介紹過 那我這邊就提出那個論文裡面有說到 它用四個NASET來做實驗跑出來的結果 那這邊他文中有提到它的一個網路結果 就是用三層LMP Conflation 然後它的翻譯空間最大 詞化 這是我用Google翻譯翻譯出來的 然後再加下產樣 然後再加全局平均詞化 是它網路架構 然後最後一個ML比方不遠成為 其餘成都用Dropout進行這文化 那這一篇它其實是在論文裡面的理解我方向 它是在論文的第五頁 那我覺得它Google翻譯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了解比較精確的一個文章內容 可以看第五頁的論文 然後訓練過程它這邊有寫到 然後小次參數最少PH128 然後初始化權重學習率 重複進行直到訓練級上的準確率平均改善 然後並且學習率最終為初始值的1%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它有這樣去做它的設定 不過文章是怎麼去聽的 所以我就先把它寫下來了 然後後面我有再補充一些參數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這個全部介紹 我們再討論後面的東西 那這個應該叫Simon10吧 那這個數據體是有10個類別 可以近50幅訓練還有5萬幅訓練 還有10萬幅的一個測試資料圖片組成 每一張圖是RGB才設的 32x32的大小 那其實在文章的最後 我這邊有補充到我們的Cypher10 它其實東西有哪一些 這邊有介紹到 它其實有跟10類有什麼 VT汽車然後就這10類 然後它的定義就是在這邊跟我介紹 那有興趣想了解 其實這邊就去看過就知道了 然後它使用MessOut中的全局隊 加國一畫加PCA白畫 這個也是翻譯 我覺得整個唸起來怪怪的 呃這裡啊 它 這邊它 每一個就是 四個實驗 然後就是 作者它在做的另外一個驗證 它用那個Holonger Tooling 作為一陣規劃矩陣 那它目的其實 目前看不太出來 就我的理解 不是很理解它 我想它應該也是想要用 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來驗證它的錯誤理法 那這邊我也把它的結論寫下來 全連接程容易過癮了 在想說它是不是要驗證這個結論 然後這邊有說到 兩者區別在於另外就是全局平均實化 它是轉換矩陣被置於前面 並且對其角元素 這邊說到的角元素 我也不是很理解它的專用名詞的意義 是飛靈相同值 那全連接程呢 可以有密集的轉換矩陣 並且其值易於反向傳破優化 我很認真的翻譯 可是我覺得這一節真的非常的不順 它在我們這一個論文的第七頁 有 有論文的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這邊其實有認真的 在想辦法把它翻譯出來 那我這邊覺得結果是比較明確 它只是為了要證明確 連接程是容易過於癮合的 那如果說 那應該是要秀一下 然後 然後 因為這邊它是有 Joyful Connelly這兩個水龍 這也是沒有 它只是Moyful Connelly再加上 Coverry Poole 它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其實只能看一下我覺得 差異沒有太大欸 其實並沒有 就整個論文下面的 論文的結果 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 所以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只是驗證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區塊 我也是帶著一個理問來 把它先寫下來 這是我的想法 然後最後一篇它有介紹到普世話的 他的英文叫做 我覺得這個解釋有點奇怪 它在那個 任文第八頁 的4.7 那我覺得我翻得好像乖乖的 所以可能看那個 原文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邊任文有提到 通過全區平均化的方法 抽取並直接顯示 而用Cyphos模型中 最後一層 MLP Conclusion的特徵應對陰下圖 那它應該只是想要驗證說 這樣的方法 它可以讓整個特徵 是非常明確被顯示出來的 而且它是可以更為強烈的局部感受 它應該只是為了要驗證這一個吧 透過NNN的方式 它可以是讓局部的Future是比較明確被顯示出來的 然後它是在Open Paper裡面的第9頁 第8頁 第8頁到第9頁這樣子 這個也是它的圖 在年生意嗎 因為二層的標籤 它應該是Cost Cost 它是把它切成10塊 然後它的每一塊 這我去再來看一下 我再把它補充到全部裡面 可是它在論文裡面 它特別把這個紅色區塊表示出來 我想它的一個解釋就是為了想到你們第一 比如說透過NNN的方式 它確實是可以針對局部的一種Future 讓它顯示得比較明確一點吧 這是我這邊的理解啦 那剛剛有說到一陣子有它就是這個 我再回去看一下好了 它這邊應該是指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部分 第一張照片應該要配到第一類嘛 然後第二張照片應該要配到第二類嘛 所以說它要把第一張照片預測出來的結果的Vector 它Vector就是1到10的Vector 所以它會有1到10的Vector 所以Vector的程度秀出來 所以Vector的程度秀出來 那就是證明說 我第一張照片取命 它會最大的 對 然後其它的都會很小的 然後第二張照片取命 它在第二個 就是分類到第二個 它就是最大的 大概你覺得 就是我們今天看這張 其實就是我們 去拍照片的那個 就是我們今天看這張照片 然後呢 它如果這邊 它是比較大的 那剛好可以讓我實際上 對 那我確實是 這個感覺 所以讓它可以證明 它的前面的那個 面的FORING 其實有沒有用 只是說那一個 就不要太難 對 那它只要白色 它只要白色 它的Vector還是好 那只是變成說其實 分在Vector的話 你們是不同的 分成一個 白色怎麼會再不一樣 就白色就不要太沾 對 對 那總不是不一樣的 就是 這個就是 哇 我有找到網路上有的時候 我覺得它 就是那個圖還蠻完整 那因為 就是講說 就是有實話 那 那 這個圖還蠻完整 在那裡 就是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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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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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就是 那 那 我找到這樣 我家 說你的孩子 可是我沒有自己說 什麼話 那如果說其實 如果 我這邊如果有少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帶你來一下 那 我想說話 就是 那 我 我 就是 那 就是 白話 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做那個實驗的部分 就是 就是 論文中提到的實驗的部分 本質他有在做一個白話的處理 那 他主要是做 玉處理的過程 他是要降低 輸入數據的 那個 那個 能力性 可能要找 英文來對 比較清楚 你白話 玉處理 白話呢 白話呢 白話 嗯 我不太會解釋這個耶 不過我知道他是來做 那 主要是 因為這兩個 方式 影像處理的 零 或是二 其實白話不一定是做影像處理 像我們哪一座 做那個 時間序列 就是我有遇到他 我記得 在 那個 身影處理的方面 也有 但是他只是加大廚 加 然後 也就好去看 那 目前其實 會用到 你到時候其實都是會要降低 我們BUTCHER間的一個相關 請就我目前在 我們學生的很代用的話 我不要適用到這一塊 然後白話處理 就 目前我找到的那個 爬紋 我們自己爬紋 好 然後目前是分PCA跟PCA 那PCA主要是訪證數據各維度的方差唯一 然後PCA是訪證各維度的方差相同 這個可能要不去找一下數據公示了 然後PCA它可以用降微也可以用在相關器 這邊PCA它是可以用在降微 那我自己本身在MH上面 用PCA降微也是會比較多的 那訊證相關性程度就比較沒有在跟它 然後PCA的話它主要訊證相關性 然後它說盡量使用它好屬於接近原始的數據 那這個都是網路上去把它幫你們整理了一下 那可能之後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遇到這樣的因此的時候 那根據白化涼的要求 那我們當然會先降低特身相關性 那大家目前都是會先做這個吧 那這邊我直接講一下紅色重 那這邊我直接講一下紅色重 因為上面太漏漏了 那如果K小於N 就是我們取K大的特徵值 小於N 維度就是指我們的N 那就是降微 譬如說這個只有100好了 但是我取的紋狀 但是我取的紋狀 我再想它應該直射 那如果可以等個特徵間相關性降低 文章是這樣說的 那這邊我解了兩張圖 那這邊我解了兩張圖 這是原始數據 然後另外一張是PCA旋轉後的數據分布 其實這張圖它主要是說 經過旋轉後的數據可以發現它的相對位置都沒有去做改變 但是它卻可以把數據之間的一個相關性降低了 其實這兩張圖我其實是要來說這一段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沒有把它分得比較好 直接把PCA白化跟PCA白化放在一起了 那其實它差異是差在 PCA白化它的結果其實跟我們原始的值它的差異沒有說太大 我們來看一下原始值 其實它的差異沒有說太大 其實它的差異沒有說太大 所以我 這是原始的 然後是一些白化的 感覺它的下面確定降低了 可是它的 開燈 開燈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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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點看我看到 那個點看我看到 啊 白色嗎 感覺分部都很低 可是它是有顏色的 可能我自己也是要很清探電腦 好 哈哈哈哈 我自己是要很清探電腦 好 DCA白化 其實在PCA白化再做一個原始操作值的白化後的數據更加接近原始數據 所以其實可以回到一些白化的結果跟回去對照一些數據分部就可以理解 其實 這個 有點麻 可能要清探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參數不分 因為我們的日文裡面有看到它使用的參數 那我這邊就是會常用到的顧色 那SGD的參數應該都很清楚 做低度下降 那其實有幾個調節的參數 那是RAP 然後RAP 然後Ro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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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這四個 那後來我這邊有去稍微查了一下 其實後面三個是可以不設定的 但是第一個一定要 那 Romant 這邊呢 GC率決定的全值更新的速度 所以太大呢 會可能會有OVT 太慢呢 會導致下降速度過滿 這邊 我簡單的 上面有的影響 然後Wavecap部分呢 這邊有說它不需要給色違影 那實際運用裡面 為了避免 我啟動VT 需要做Post Voucher 那 我這邊查到我是加入規範下 不過我跟我自己朋友在座 我們是把它交入懲罰下 主要是針對 只要是減少不重要參數 對結果的影響 只要是減少不重要參數 對結果的影響 然後Romant的部分呢 它是一種提高SGD 收取優化能力的方法 所以你做法是每次疊單減少 學習率的大小 那尋優能力的部分 然後啦 我去查了一下 怎麼去解釋它 我這邊的理解它有點像是 算法會找到最佳極的能力 這樣理解我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Rapcat部分呢 它是尋優加了慣性的影響 這樣一來 當錯誤全面忠誠再平淡的SGD 你可以更快去做學習 然後這邊有再列了一下 它的學點 優點就是簡單 學練要反數很足夠的使用它就很快 但是呢 如果有在做SGD的人呢 他們 我們應該都會發現 其實有真的很多參數要調整 而且如果 跑出來的學習曲線真的不太好 我們又要那麼多調整一次 所以要看得性不做 然後 然後 ASGD Average 然後 好 後面那一雙不太容易 帶我 然後 下面是說在SGD的基礎上 計算的全值的平均值 那後面它有列參數什麼T0 T0 T0 這個我不是很不太清楚 為什麼要這樣 那我只是先把我這邊找到 那個 爬文先把它列上吧 那主要是說明它有一點的缺點 那 優點就是 預算花費跟SGD 2SGD是一樣小的 然後呢 缺點就是呢 會更慢 而且呢 它這邊說到 參數設施非常的困難 那你興趣可以再去掃 有問題 有一個T0 T0 T0 應該這裡 所以我多空了嗎 好 我回去改一下 因為下面都是大貨吧 對 確信這個程序 嗯 好 我回去再改一下 再來衝藏好了 對 至於這個設置有多困難可能要 還要特別去找一下SGD 針對它的設定上 到底有哪一些 才會比較清除它說的困難 還是什麼 我這邊其實先列它的總結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 好 它其實就有一句話 只是利用一接導速的訊息 克服的SGD 搜尋漢的特別 然後這邊就是後面 底 底片是大概是介紹 一下SGD 訊息 那第一個就是 實現跨通道交易訊息的整合 然後再來就是 身尾跟腳尾的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身尾跟腳尾的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身尾跟腳尾的困難 有需要嗎 有需要嗎 好 就這樣子 好了 請進這邊說明 這邊有打上 如果有兩個過濾器 前一旁 會選 那麼數據從原來的 那個維度3降到2 這邊指的是 這邊是原來的維度3 但是呢 它的過濾器應該是指這兩片吧 所以就是它的深度從3降到2了 它其實概念就是這樣 這樣就叫做腳尾 然後呢 假設呢 它要用四層的話 那這是跟原本的做比較 那它就是做身尾的動作了 那剛剛我們後面其實也討論蠻熱烈的 我在想說其實在 在那個程式寫法上面應該其實 在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可以很清楚的來定義說 我這是要做腳尾還是身尾 而不是說我們其實 依據狂漢 輸入圈才知道說 要有這部做是身尾還是腳尾 值得理解 但是就拍過去這邊的話 可能會需要看 程式嘛 會比較清楚這一部分的設定 要怎麼去做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保持 Vutual Map 尺寸不變的前提下 大幅增加飛線型 可信把往後做得很深 我在想說有沒有可能就是可以用 這樣這一張圖來做說明 其實當 當我的維度越來越深 但是它其實是不變的狀況下去 在想說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說明它說的這一段意思 好 在下面 後面就是把這一次用到的數據 即我稍微整理一下在後面 那有興趣可以來看一下 好結束 這樣完了 好我們就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討論了 這樣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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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